它把交易或者是真實的環境帶進來的 好 我們說在定期盤準制之下 我期貨 或者是我假設我要做結算的話 譬如說好了 最近很多人都開始什麼 做季報 季報呢 一定要是什麼 你要知道這個存貨 我才能夠得到消貨成本 我才能夠知道水利的結果 但是呢 在年度當中呢 我要去做盤點 是多麼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好 上次呢 我才碰到一個 從安 重慶 情業中領 從臺北下來 他說到台中 我不曉得你記不記得 應該是去年剛畢業的 那前 去年畢業的同學 他是我印象最深刻 但算回到國標語的 周穎去 當他回來了 明天回來 他是說他就去台中盤點 那盤點呢 我說你去盤點什麼 他說他覺得 會計是整個工作很有趣的 他去盤點 他說要去盤點一些石化廠 那石化廠呢 其實是生產那種什麼皮膚 那種粉末 那都在槽子裡面呢 他怎麼去盤點呢 他說他們要爬到上面去 譬如說這個整個槽子的深度有多長 譬如說去十公尺 那他盤到最上面呢 放一條繩子的錘子這樣子 看看什麼地方碰到了 再把它戳起來 這一段時間 這一段有多長 就可以知道裡面有多少的庫垂 好 這是他們去做盤點 對 他們都塗好玩的 那當然這個 他不是很高啦 如果他那種是三十公尺 五十公尺的槽子 如果是那麼長的話 你有去公正的話 那可能他就知道你都怕 好 那就說了 如果我請 像我拆提的是定期盤的去 那我現在要先要估算一下 老闆說 最近大家都在公佈說 明年年初 年終獎金要花多少 那我也我也想先知道一下 我們的公司今年的盈利狀況 至少前十個月嘛 現在已經十一月份了 前十個月的盈利狀況 那我們就可以當他來估計一下 我們可能可以有多少的年終獎金 那你說 那老闆 因為我們採取的是定期盤存值 你就要辦工廠 全部停工 才能夠盤點 那老闆還要做這種事情嗎 你全部停工盤點 可能要等個三天 盤點一天就好了 可是一天他損失多少的產值 好 所以他不可能這樣做啊 不可能這樣做的時候 你只要用什麼 估計 順話講 我們存貨 要估計 好 為什麼要估計 因為你採取的是定期盤存值 如果你是採取的是永續盤存值 你不需要估計 因為你帳上就可以知道 你有多少的存貨 多少的消貨成本 但是定期盤存值之下 我不知道我的存貨有多少 消貨成本有多少 所以我必須估計我有多少的存貨 才能夠推出我有多少的消貨成本 那當然一個 我為什麼要估計 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採取定期盤存值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 我只要估計我併復 也需要估計的原因是因為我只要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結算是一個大概數 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 我沒有辦法去盤點了 火災燒光了 我怎麼知道火災之前我有多少收的東西呢 所以一種是沒有辦法實力去盤點的情況之下 我也只能估計 如果有估計我多少的存資 我才能夠跟保險公司要求理賠 好 所以我第一個要告訴你 出貨估計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採取定期盤存值 好 那另外一個 因為你需要估計的原因是 或許你只要知道的大概數 或者是因為你沒有辦法實際去判定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你怎麼去做估計的 所以怎麼去做估計 這是一個技術性的東西 但重點你要先知道為什麼要估計 好 你為什麼要估計 好 等一下我們從旁邊那邊估計 好 你們應該在大陸也教過 存活估計的方法嗎 好 你告訴我一個 那些長板九中講教不是估計 但是長板九中講教不是估計 那些成板九中講教不是估計 你為什麼要估計的 好 我可以幫你 這個睡著了 好 那旁邊緩討進學的方法 你兒童沒有紅 可見你這樣變很久 所以這個存貨顧忌的方法 有什麼存貨顧忌的方法 給得勝 存貨顧忌的方法 存貨的估計方法有兩個 一個叫做毛利 根據我們說估計 第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大家一直在看 好 我告訴你寫在哪裡 略離同學的就講說 通常不懂得找到哪裡去 好 我現在很快大家看過 這個存貨數量的 第一個 在226頁存貨 存貨制度 好 告訴你 因爲我知道存貨才能知道消貨成本 因爲我有盤信來的存貨 才能夠有消貨成本 好 那存貨的表達 它寫出馬脈力跟製造業 製造業 製造業尤其我不管它 因爲製造業是 我們成本開始才支持它 你看看也可以 因爲不是差異性很大 那再來存貨的管理 存貨的制度 有永續盤純 定期盤純 好 修正的永續盤純 你看一下 好 就是 就是近離永續跟定期之間 有一個叫做修正永續盤純 好 那盤純制度 好 你可以看一下 施力一 就是它用的筷子分布的不同 那存貨的數量決定 好 再來第一個 這邊存貨數量的決定 其實我們應該在講 存貨的錯誤的時候會有 好 這個存貨數量決定 我們先跳過 這個暫時 因爲我們要講 這個什麼是你的存貨 依所有權來判斷 好 這個我們暫時 現在就講這裡 我們先跳過來 因爲連續我可以版上寫的東西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是 所以這邊呢 我下個禮拜要普通講這個地方 6.2存貨數量的決定問題 好 然後再來我們剛剛看到呢 那存貨 這個是 下個禮拜我會去補充這一下 因爲今天你們還沒有辦法講到這裡 那存貨第一個 看一下它的成本的決定 好 然後呢 有進貨折扣的快適處理 好 這是223頁237頁所想的 然後總合法 進合法 好 這是我們在市例3所想的 好 市例3所舉的例子 那現在成本流用獎設 好 剛剛我們看到呢 它的成本流動假設 1先進先出 再來是 市例5就講 市例5 好 加權平均2 加權平均 好 那如果呢 你是那個 定期永續盤存值的話 你就是移動平均 好 在這邊舉這兩個 但是呢 基本上 要讓你知道 如果你是那個永續盤存值的話 你的成本 你的平均成本是移動的 好 所以市例5的就是先檢視 好 我們的成本的決定的 這個成本的這種假設 然後再來重獲的 後續評價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延續剛剛 6點2的 就是重獲我們期末要評價 那我們還沒有講到期末評價 好 我們還沒有講到期末評價 好 我們還沒有講到期末評價 評價的部分我們要先把它放著 我們現在講的是重獲的估計的方法 247頁 因為重獲估計的方法 它比較有一點點 有一些東西要特別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先講到247頁 好 重獲估計的方式 我先看看 為什麼要做重獲估計 因為你才解釋是定期貪存值 好 那再來我們的估計的方法有兩個 一個毛利率的方法 另外一個叫做零售價法 那毛利率我們講估計的時候 通常已經講過估計 它一定是什麼 它一定要有一個參考依據 那最簡單的參考依據就是什麼 根據歷史資料 好 所以我們所有的估計 最常採用的參考依據的數據 就是歷史資料 就根據過去的歷史資料 那我有多少的 消貨的收入裡面有多少是我的毛利 那毛利怎麼算出來的 毛利率怎麼算出來 就是我的消貨毛利去除消貨收入 進額 不是總額 好 消貨毛利率的計算是 消貨毛利去除消貨進額 好 所以這個你先知道毛利率 所以根據我歷史的資料 我知道呢 大概我的毛利率 假設是百分之二十五 好 那我剛剛講定期盤程式 我是每次賣的時候 都可以知道我的消貨收入 但消貨退回也都一樣 都會產生 所以我看去經濟上都會看得到 所以呢 我在我的上策上面 可以知道我的消貨收入進額 所以我根據過去的歷史資料裡頭 知道我的毛利率是多少 讓我的消貨進額裡面 乘下我的毛利率之後 就得到我的消貨毛利 讓我消貨收入進額跟我的消貨毛利